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芬兰的劳动力市场 外籍劳工在这里面临着语言障碍的挑战 但一些公司正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 让芬兰对新来者更加友好 接着我们将关注杜拜与香港的合作 两地正攜手提升绿色债券的市场规范 目标是成为气候友好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 最后越南最大的乳制品公司Vinamilk 与国内最大的科技公司FPT达成合作 旨在自动化其财务系统 这一举措将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效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 芬兰在寻找技术工人方面面临挑战 尽管外国工作者受过良好训练 但芬兰语的难度使得他们在求职市场上举步维艰 然而一些公司正在努力使芬兰对新来者更具吸引力 试图吸引更多的技术人才来填补当地的劳动力缺口 这些公司认识到语言障碍是一个主要问题 因此他们正在探索提供语言培训和其他支持的方式 以帮助外国专业人士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和职场 南华早报报导 迪拜和香港正致力于将其资本市场规范进行调整 以促进绿色债券的发行和上市 进一步提升这两个金融中心在气候友好项目资金来源中的地位 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首席执行官伊恩约翰斯顿表示 这一合作将加强亚太和中东之间的投资走廊 并促进可持续金融的发展 去年香港通过绿色债券筹集了156亿美元 成为第十大活跃市场 而迪拜则在努力追赶中 发布了多项可持续金融扩展策略 并希望通过与香港的合作来提升自身的金融市场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越南乳业巨头Vinamilk与FPT达成协议 将自动化其财务管理 以应对外部压力 推动越南采用全球会计准则 这笔交易标志着越南最大的科技公司FPT的进一步扩张 旨在提高透明度和效率 越南计划在2025年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这一过程面临挑战 因为当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充分发展 难以确定公平价值 Vinamilk和FPT的合作被视为越南企业 在数字转型和财务管理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预示着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日本时报报道 东京地铁和Rigaku公司于周五启动了 计划于下个月进行的总额达31.3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流程 东京地铁计划筹集22.5亿美元 成为日本六年来最大规模的IPO 而Rigaku则希望通过IPO筹集高达8.88亿美元 如果这两项交易成功 将使2024年日本的IPO总额翻倍 显示出当地资本市场正逐渐成为全球投资者的热图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出 本周全球糖价飙升约15% 超过每磅22美分 令分析师惊讶不已 由于巴西甘蔗作物受到影响 分析师Tom McNeil表示 市场开始意识到 全球糖供应紧张 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将出现100万到200万吨的缺口 此外 印度和泰国等主要糖生产国的气候变化 也加剧了全球库存的压力 随着价格的迅速回升 种植者们开始锁定更好的销售价格 南华早报报道 菲律宾的在线赌场 与国际犯罪集团存在深厚联系 这一调查引发了广泛关注 参议员Risa Hunt V. Rose表示 调查揭示了这些赌博业务 与跨国犯罪集团的关联 甚至可能涉及间谍活动及选举资金洗钱 调查还涉及到被解雇的市长Alice Goo 她因涉嫌与非法赌博运营有关 而被控洗钱和人口贩卖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国会调查后 已下令在年底前关闭这些在线赌场 显示出对这一行业的强烈反对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对香港在国家开放政策下的 市场经济展示体制改革和新举措方面寄予厚望 香港和澳门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周济 在第27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会的启动仪式上 表达了对香港的信心 强调香港在投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她提到香港应抓住机会 积极推进发展 成为全球企业和人才的投资乐园 此次论坛签署了40项协议 涵盖科技金融等领域合同总值达609.8亿元人民币 显示出香港在吸引企业和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 南华早报还提到 英日一三国的联合战斗机项目面临挑战 因英国新政府正在全面审查国防开支 新上任的工党政府声称继承了财政黑洞 可能会削减如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GCAP等昂贵项目 尽管一些专家对英国继续参与该项目 持乐观态度 但也有声音认为其前景不确定 GCAP旨在开发一种新一代战斗机 预计于2035年推出 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专家指出 项目的可行性将受到政治 国际关系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日本央行在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下 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 保持在0.25% 市场普遍预期 央行将在12月或明年1月进行下一次加息 尽管核心通胀率连续4个月上升 表明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央行仍采取观望态度 经济学家们预计 随着美国经济向软着路调整 央行可能会在未来进行更多的加息 近期市场的不确定性 包括美国总统选举 和日本执政党领导人选举 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股市本周表现强劲 指数上涨 预计将迎来近5个月以来最大的州涨幅 恒生指数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上涨1.2% 达到18226.76点 本周累计上涨4.9% 成为自4月26日以来最好的5天表现 科技股指数也上涨了1.6% 而上海综合指数则小幅回落0.4% CSPC制药集团应宣布 未来两年内将回购布超过50亿港元的股份 股价飙升7.3%至5.02港元 随着美国经济前景乐观 全球市场普遍上扬 雅虎新闻报道 底特律的东方市场夜市活动 在经过上周日的枪击事件后再次回归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参加 活动中 参加者享受现场音乐 美食和各类商品 底特律警察局加强了巡逻 以确保安全 商贩Cattie Shepal展示了他的健康和美容产品 并希望能吸引更多顾客 尽管上周发生了悲剧 参加者们仍然享受着轻松的氛围 社区的支持和凝聚力 在这次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南华早报进一步报道 中国央行意外地保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会有调整 以帮助陷入危机的房地产市场 和推动国内经济 5年期贷款市场利率 LPR保持在3.85% 而一年期LPR则维持在3.35% 这一决定出乎市场意料 因为美国联邦储备局 刚刚宣布了半个百分点的降息 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也有所上升 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 仍然持谨慎态度 Yahoo US报道 位于汉普顿的当地女性 安娜·格莱德尔 致力于提高人们 对人贩子问题的认识 她创建了毛项目 非盈利组织 旨在通过教育 来预防人贩子行为 格莱德尔在泰国的一家餐厅 目睹了一名服务员 被经理虐待的事件 这让她对劳动贩卖 产生了深刻的关注 她指出 劳动和性贩卖 在她所在的地区十分普遍 甚至有案例 涉及到儿童被熟人贩卖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 格莱德尔呼吁大家 注意孩子的变化 并与反贩卖父母组织合作 计划进入学校 与学生对话 她强调 了解人贩子问题的重要性 并希望能够收集到 更准确的统计数据 路透社Breaking Views提到 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 芬克希望创建私募市场的基准 和被动投资产品 以便与更多投资者参与 芬克最近收购了私募市场数据 提供商preaching 这为她实现梦想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 构建私募市场的基准 面临数据质量不高 和流动性差等挑战 芬克的成功并不容易 尽管目前已有一些 芬克指数 但他们距离芬克的理想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 芬克市场的日益增长 和透明度的提高 可能会为芬克的计划带来机遇 Yahoo US报道 德克萨斯州技术学院的电力 与控制专业学生们 对未来充满信心 学生亚历克斯 卡斯特罗和泰勒 弗利彭表示 获得副学士学位 将对他们的职业生涯 产生积极影响 卡斯特罗认为 电气技术 是一个需求量大的职业 而弗利彭则在实际工作中 应用了他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两位学生都提到 老师的教学风格 帮助他们培养了 职场所需的纪律性 根据统计 德克萨斯州电气 和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的 平均年薪为 64,220美元 预计在2020到2030年间 相关职位的增长率 将达到14% 该项目结合了虚拟学习 和面对面的实验室实践 为学生提供了 良好的职业前景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